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已知 兩素負值 兩素負值就是說 它們的 那個供應數的話 只有1而已 沒有其他的 好 然後它的那個 最小公倍數呢 是143 所以呢 這個 它們既然負值的話 它們的最小公倍數 一定是等於多少 一定是等於那個A乘B 那143的話 可以選的話呢 寫成這個1 1乘以143 那跟什麼呢 跟那個 兩個值數 兩個值數相乘 因為兩個值數的話 它的供應數是1 兩個值數的話 這可以因式分解 143 用多少 用11吧 13 所以是11乘以13 所以呢 有一種情況是1跟143 這兩個數 一個數是1 一個數是143 或者另外一種情況是11跟13 一個是11 一個是13 這兩種情況 是123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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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